入世法 那么到了行秘 就属于什么呢 行秘就是属于出世法 也就是成就法 那么行秘种什么呢 行秘它是种本尊 这个就反过来了 有时候啊 我们谈成 做好 谈成做好了 那么你进去修法 做四密是这个样子 四密是谈成做好 你进去里面修法 修七天 修完七天以后你出谈 出谈以后你就可以 不用再修法 不修了 这个法你可以不修了 这个四密 就是事业方面 那么 你这个行秘就不一样 行秘你是 你做谈成 那么进去里面修 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观想你自己就是本尊 实时啊 实时啊 你注重你自己的行为 要合一密教的一些仪轨 这个就是行秘 在你的行为上你已经改变了 所以 是事法 进去里面你是本尊 出来你就是一个凡夫 那么在行秘里面呢 你进去里面是本尊 你出来还是本尊 你实时都要意念你自己就是本尊了 这个就是行秘 已经开始 那么行秘的他注重在本尊上面 那 四密 行秘 再来就是宜家秘 宜家秘是修什么呢 宜家秘就是说 你时时刻刻有了相应的这种现象 时时刻刻都在观想上 宜家秘就是相应的秘密 就时时刻刻你都是在做观想的功夫 这个时候就比行秘更进一步了 你懂得怎么样子做阿日观 怎么样子做入我我日观 怎样子做夜轮观 如何做这个法 如何做法观 如何做五相成生观 你已经懂得了这些观想 那么时时在观想之中 就叫做宜家秘 那么最后呢 到了最后最上面 叫做无上秘 什么叫无上秘呢 其实这个时候 你的观想已进入佛的空隙 可以讲你时时在做空观 所以这四门 第一门是事业 重在谈成 第二门是行秘 重在本尊 也就是成就法了 第三门 第三门 宜家门 重在观想 第四门 无上秘 重在观空 这有四种 四个门 密教的这个 能入的四门 就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 那这里面呢 我们讲的 这个最上 就是如来的空性 无上秘 就是如来的空性 还行一切事 皆是清净的空性 这是无上密布 你做任何一个事情 都进入清净的空性里面 这是最高的无上 也就是从有形的 左到无形的 从事业 从你的习灾 敬爱 这个争议 降服 这些有形的入事法 左向出事法 到了最高的如来清净的空性 这个是密宗的四门 那么在 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修密教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重理论 我知道这个 这一本 密宗道次第广论 倒不是完全讨论 密教里面的种种的理论 其中也讨论到很多的事法 所以这一本 这个里面 从开始怎么样子布谈 怎么样子修行 怎么样子结界 怎么样子做法 它都有写到的 而将来会跟大家谈到 所以我刚才讲 这个联花生大事 入西藏 它本身不重理论 它只是重修法 你怎么这样子修 它教你方法 教你口诀 口诀很简单 教你怎么样子修 你就去修 这些密教的理论 你不一定要懂 还有这佛法的这些佛理 你不一定要懂 你能够按照方法 按照仪轨去做 修持成就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 所以这个密教本身 重实修 一般的这个像 这个禅宗以前 那个祖师 六祖以前 所有的祖师 他们也不重理论 他们也是重实际上的 那种证悟 真正的禅 也不再理论 你实际上 生佛去体验的 那个是最真实的 真实的修行 所以那时候 最早的时候 开悟的人很多 联华生大事 入葬 开悟的弟子很多 那以后呢 大家重理论 反而开悟的就少 因为大家都是迷移这些理论 被理论牵着走 就是好像纸业一样 你这个法是手指头 你去纸业量 纸向真理 那么很多人就认纸为业 认这个纸头就是业量 这个就差了 所以以为理论就是真正的佛法 其实是不对的 应该讲起来 我们要重实修 密教好啊 好在哪里 好在他有仪轨 他有修行的这个层次 这种仪轨 你只要依着仪轨这样子修 你就能够有成就 那一般的佛法 你一定要先懂这些道理 明白这些理 然后再去 这个研究理以后 先从理上去开悟 再走向释法 但是释法他们很少 导致密教的释法很多 所以我认为 这也是密教本身的好处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Omāne bēmī hōm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māne bēmī hōmā Omāne bēmī hōmā